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雪岩 那么众所周知,卢士马上就要迎来了新的一年了 新年的首先肯定是要退环境了 很多大家爱之声,但是也恨得咬牙切直的卡 马上就要告别标准的历史舞台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跟你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马上要退环境的三个拓展包 它们分别是平级之地的锤炼 暴风城下的集结 以及奥特兰克的决裂 一起来看一下哪些你喜欢或者你痛恨的卡 要和我们说拜拜了呢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萨满都有哪些卡要退环境了 贯穿着一整年,萨满都真的是离不开鱼人体系 不管是快攻鱼人萨,还是中速的铺场鱼人萨 控制鱼人萨 鱼人体系在萨满的构筑里可谓真的是挑大量的角色了 火焰树是弗洛格尔,这是我最爱的烧啊 萨满标准天梯的结场神器 打快攻全靠一张烧来清场 有多少人看我的直播,我一直在说一句话 没有烧啊,给我一张烧啊 有没有,很熟悉 实际上萨满结场的AOE这么拉垮的 这张烧退环境以后,鱼人体系的萨满 大概率就大打折扣了 同样有离开标准的鱼人 还有南海岸球长 虽然出境率没有那么高 但曾经也是快攻鱼人萨的标配之一了 曲奇也是一张我比较喜欢的卡 吸血效果不错 可以有很好的抗快攻的效果 还有鱼人的buff,鱼勇可顾 甚至也是鱼人萨的核心buff牌啊 三费给你鱼人加二加二的性价比不用说了 比试询可好用太多了 那么在这几张鱼人体系的卡退标准了以后啊 鱼人萨可能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再来看一下任务体系的萨满 在暴风神下的集结啊 所有的职业拿到了一张任务卡 那个时候的任务萨特别是大放异彩 火 肯定是任务萨的结场神卡 虽然说除了任务萨没有什么出境率 不过当年这张牌确实是让任务萨大放异彩了 强行透支也是我们说的解锁 曾经任务萨的斩杀足剑 记忆中我用这张解锁好像打出了30加以上的伤害 不过这张卡的弱点也很明显 也只能配合过载体系了 如果它不退环境 我相信新版本的过载萨可能会用得上 算了算了 该去的总是要去的 323过牌 远出地下城历险家 让萨满这个过牌困难户啊 一下子丝滑起来了 萨满终于有过牌了 这是我们多少当年萨满玩家内心的呐喊 不过可惜 现在萨满自然法术很拉宽 元素也很拉宽 同时这个323也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抽能召唤 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任务萨 就靠一个笔记抽能 召唤两个1-1的剧毒 还有实费7-7的嘲讽 那简直解天解地解世界太帅气了 这么一说 当年我玩任务萨的那种感觉 已经涌上了心头了 运河漫不辙 我记得这张牌 当年很多人评价非常超我 又能突袭又能吸血 可就目前现在环境来说 我觉得这张牌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你们说是不是 只能说曾经的抢那也只能停留在曾经了 别站在火里 虽然这张卡有点笨重 它是一张无非的结场 不过如果发现出来的话 也可以带来玩玩 那么在任务体系告别以后呢 过载任务萨也要正式的宣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新卡里面大家如果喜欢玩过载萨的话 可以依旧来过载 因为新卡的很多萨满的过载 我个人非常喜欢 另外再来看几张 让所有萨满玩家一难平的卡 要退环境了 214博尔纳 萨满风神的成卡之一 个人认为这张牌呀 可以和火星导师和沙德沃克 媲美萨满前三的成卡了 我认为是绝对的妥妥前三的地位 萨满的上限全靠一张博尔纳来打出来 不管是配合减肥鱼 吃手手 鹦鹉 雪室 有博尔纳的局就没有萨满翻不了的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张214可以回归核心啊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同样我个人认为排名前三的非成卡 艳丽的金刚鹦鹉 必须有一席之地 让萨满的上限直接飙升了N个档次 三分的费用太灵活又好配合 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了鹦鹉以后 萨满还要怎么玩呀 满爪洞穴 曾经也是一张神卡 我记得这张卡我评价非常的高 能动机的效果却是人见人爱 特别是对抗有武器的职业 那也是一绝啊 破线元素 两倍3-2的身材还能给一张冷风 记忆中啊 铺场的萨满 中速的萨满都会满边这张卡 因为身材不错 两倍的身材3-2扎实 给冷风好用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小小玩具 当年这张牌出的时候 我微博下面的留言 清一色进化萨回来了 喜欢进化萨的玩家还是相当的多的 确实啊 不管多少版本过去了 你总是可以组出一套进化萨 那真的是节目效果拉满啊 只不过别人的进化萨和你的进化萨 那绝对不是一套吧 雪崩啦 雪多守护者 这张卡真的是曾经萨满的神卡 现在萨满永远的痛啊 曾经萨满靠一张雪崩雪崩鹦鹦鹦鹦 打遍天下无敌手 而如今被冰DK一张七肥打五的法术 玩爆到没脸见人 再也进不了构筑 从此天梯里面你再也听不到 那个优美的配音了 雪崩啦 自从雪崩崩了以后 萨满也崩了 最后我们来和最亲爱的布鲁卡 说一个再见吧 英雄卡出自于拓展包 奥特兰克的决裂 那么这个包也要退还进了 所有之间的英雄牌都要退还进了 走好布鲁卡 我期待你回核心的那一天 看了下马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的前前任德鲁伊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德鲁伊 哦不对 是古夫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快功德曾经也是一套天梯一霸的套牌 那么快功德的很多组件牌都要退还进了 堆肥 活泼的松鼠 播种师肥 四肥的buff牌 师群之怒 两肥的铺场牌 荆棘护卫 这些牌通通都要退出标志的历史舞台了 那么快功德这样的一套牌应该也要消失了 事实上现在天梯也没有快功德了 是啊 有古夫有二十肥 谁玩快功呢 那么在古夫还没有出来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被超凡支配的恐惧 当年那张七肥的超凡是多少人的噩梦啊 那么超凡这张牌正式的退还进了 太开心了 可喜可贺 赶紧放鞭炮 因为我真的是当年看到超凡德 咬牙切齿 真的恨得牙痒痒的 走好 不送 同时超凡的另外一个组件安娜也要退还进了 当年七肥超凡 然后安娜跳飞 节奏拉满 那个时候谁要什么古夫啊 德罗伊一回合可以打出二十加以上的费用 古夫那是什么弟弟 还有德罗伊的一些节奏牌 比如二一的应急木工 想拆分这张牌 月光指引啊 都是德罗伊的满边节奏卡 虽然现在很多三十的德罗伊都已经不带应急木工了 不过很多走四十路线的德罗伊还是会带上应急木工的 而且月光这张牌满一送一的性价比就更加不用说了 灵片那也是德罗伊的结场神卡 有多少觉得德罗伊只要活到七肺打出灵片 就感觉能看到胜利的期望 同时我们也要送别最亲爱的古夫 本来我觉得古夫是要尽核心了 因为有一张法力可求十一 而当我看到星卡里面有一张中立 所有职业都能变成十一费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一次古夫是真的要走了 拜拜古夫 再来看一下我的前任恶魔猎手伊利弹 曾经的王雨虾那也是一套叱咤天梯的淘牌 那么王雨体系的牌全部都要退还进了 736王雨者布莱克松 333的剃刀沼泽受亡 232的剃刀野猪 332的邪能响尾蛇 443固执的商贩 虽然说这两个版本 王雨虾也已经淡出了标准的视野了 但是曾经的王雨虾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又有铺场又有战场还有终结的手段 虽然现在王雨虾已经淡出了标准的视野了 不过曾经王雨虾真的也是非常的强 好在这些曾经祸害过我们的牌 马上就要退还进了 快攻虾也是一套非常成熟的套牌 非常好上分 很多新手玩家会选择用快攻虾来上分 那么他的这些组线牌也要退还进了 怒火 磨变鱼人 令战先锋 恐惧牢笼战刃 这些非常关键的牌都要退还进了 看来虾子想走快攻的路线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了 当然了虾子最强势称霸了好几个版本的套牌 必须是杰斯邪能圣武虾 然而我们来看一下敏捷正福 邪能弹幕 还有最重要的终结手段 杰斯 都要正式的推出了标准的历史舞台了 好在圣武体系呢是还在 不过不知道下个版本的虾子玩家 是不是还能走起来圣武这样的一个体系呢 而且关键的恶魔猎手变身 那也没有了呀 再来看一下猎人 猎人这几个版本的表现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尴尬 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强势的套牌 中速猎勉强算是一套 而龙鹰猎也只是一个昙花移鲜的套牌 自龙鹰被削弱以后啊 体系里面就再也看不到猎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猎人有什么牌要退还进了呢 535巴拉克 猎人为数不多的实用的过牌单塔了 555的鼠王 中速猎的核心塔之一啊 同时配合544舞废节奏拉满 但是呢 544这张牌他也要退还进了 545的进口狼猪 虽然之前的版本中速猎没有什么出场率 但是后期啊 为了一些战场 为了一些结场 中速猎都会带入了进口狼猪 确实啊 亡语两个剧毒那结场真的是一决 山羊坐骑的中速T7猎必带的buff神卡 不管是抢伤害还是免疫的结场 都是一张非常扎实的buff牌 同样buff牌还有狗狗饼干 和山羊坐骑一样是绝对的核心buff牌 但是没有关系 狗饼干这一次加入到了核心卡当中 虽然说它是一个退完镜的牌 不过又被核心救了回来 所以猎人的玩家应该很开心吧 狗狗饼干这张牌还在 954空军指挥官艾克曼 绝对中速猎的核心套牌 当年中速猎凭什么可以在天体里面叱咤风云 靠的就是这张牌 妥妥的100分神卡 可惜生错了版本 因为现在猎人想活到9倍都是一个问题 灰熊中速猎最扎实的战场 配合443拉出来的节奏也是无敌啊 这么看来中速猎真的是全员退环境了 猎人这个职业能到底要退环境了吗 再来看一下法师 虽然说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法师 因为萨曼达法师是一个天生的劣势 不过这一次法师也真的是损失惨重 434的陈庸 火眼 野火 435鲁莽的学徒 灵费冻结冰风暴 323的过牌地下城立险佳 点燃 434的抽牌深水唤醒师 645的灰弦鹦鹉 9费的大法师符文 7费的群体变形 10费的龙火护符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笑容了 看来法师几乎所有的核心牌都要退环境了 这次的法师玩家们可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惨淡啊 不知道法师的玩家你们现在是组合的想法的 新卡让你们满意吗 不知道新版本的法师该何去何从呢 再来看一下骑士 基本上现在这几个版本 骑士的套牌都是以纯净旗为主 不管是快攻的纯净旗 还是慢速的控制奶旗 骑士都比较喜欢用自己的套牌 只用骑士的专属卡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骑士的专属卡 有哪些退环境了 443的凯瑞尔罗姆 1费的胜利旗 322的联盟旗手 331的石炉手背关 3费的神圣法术坚守桥梁 2费1-3的武装教室 不过呢 现在这骑士的定位也是有点尴尬 感觉快攻呢 可能也不太强的下来 慢速呢又不太能控制得住 不知道新的版本 骑士的玩家会怎么考虑呢 这次我觉得新卡里面 有很多非常好玩的综艺卡 不知道骑士会不会放弃 纯净旗的体系呢 再来看一下牧师 牧师啊 可以说最近这段时间 仅是风靡天蹄 叱咤风云 不过此牧师非比牧师 因为现在比较火的是暗幕 相信啊 很多玩牧师的玩家 都比较喜欢控制和脏 那么这两个关键字 跟暗幕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牧师有哪些牌退环境了 牧师的结唱神卡 泽瑞拉他要退环境了 而且一同退的 还有泽瑞拉的最佳搭档 灵费的绝望导演 这是要双双霸家还了呀 回血神卡啊 任务幕的满编排 6费6-6的光幕元素 控制幕后期的质量 不朽互服 任务幕的6费节奏 扛快攻的神卡 6-3-7的不死信徒 5费的过牌 灵魂向导 以及后期无敌的米达 结唱卡444的光夫 虚空幼龙 这些牌一走 那控制体系的牧师就更加 同时414的纳亚克海克森 简直是脏人一绝 配上一个沉默 真的是美滋滋 现在很多暗幕都把他带进购注了 不过好消息 这张牌推还紧了 那家木奇迹木的buff牌 真言术刃 伊菲的暗言术 是 纳禄的祝福 两费的祝福 这些buff也全部要宣告退出标准的离世舞台了 暗幕的最佳搭档 伊菲起手必有的肥婆 走好不送啊 伊菲的武器 暗影不逢真 但是呢 暗幕玩家没有关系 因为556这张黑暗主教这一次是进入了核心牌 所以如果你喜欢玩黑暗体系的牧师 依旧新版本里面 你还可以玩暗幕 再来看一下盗贼 虽然我实在不想提盗贼 但是我们还是要笔着高屁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盗贼有哪些牌退环境了 332的原始联络人 这张牌虽然现在出境率不高了 但是曾经还有多少人记得OTK流血贼吗 那是多少人心目中的痛啊 同时流血这个牌也要退 两费纸商挥刺退得好啊 3费的过牌潜伏帷幕 4费的444敌菲亚首脑 1费的22黑水弯刀 曾经在天地上不管你收到什么职业 1费都给你黑水弯刀一下 5费的珍藏私货 滚蛋了 2费的珍查也滚了 2费奈法利安德雅 这个牌还可以 那么就这么看来的话 我觉得大想贼这套牌的体系 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大想贼基本上好多祖戒牌都退还进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次看一下盗贼的核心牌 暗影部还在 很多玩家已经表示光看新出的卡 都已经知道盗贼还是下版本 绝对的王者 再来看一下术士的牌 313罗姆 这张牌不管是水雷树还是鬼众 都有非常好的发挥 这张牌要退还进了 同时动物元受影响的牌 有两费的小鬼集群 544的阴暗九宝 伊费的邪恶船运 这些铺厂buff牌 同样也要退还进了 解厂牌里有632自身顾客 伊费的牺牲魔点 伊费的法术 纳斯雷茨姆之处 这些都是非常好用的解厂牌 同样也要退还进了 5费的福文秘引帐 当年水雷树简直是天梯的一霸 这把减费刀终于要退还进了 还有水雷树最关键的启动组件 四费塔姆星的护命甲 终于要退还进了 我再也不用被满血斩杀了 不会被水雷炸死了 这样的天梯是多么的美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部落双肺之一的光猴 323洛卡拉 这张牌要退还进了 曾经突袭激怒喊道战 这张牌都有很好的发挥 四费的法术仇怨累积 四费的武器前锋战刃 546的石锤掌毛手 436旋风争斗龙 还有639的群规之王 666这张冲锋的加尔范上尉 以及两费法术迎兵护盾 加上盾链一击的这个combat 在这些牌突然进以后 不知道战士能不能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我希望战士下个版本可以慢慢的崛起吧 慢慢的别太快哦 那再来看一下中立的关键牌 有哪些也要退出标准的历史舞台了 744吃手手 536的握金 曾经的四王子那也是一绝呀 卡扎库斯 还有哨所三人组 哨所一号 二号和三号 都要退还进了 中立的过牌罗姆 667的龙妈 655的战场军官封路 434的工会商人 还有晚报火车王曾经六费的重拳 434的多系施法者 534的亵渎 画牢奥术师 这是德鲁伊的最爱 一费1-2的身帖血巨人 德鲁伊的结唱神卡团本 哦不对 它是一张中立卡 还有曾经大家非常喜欢的 挖宝卡扎库山 这么看来啊 中立卡退了很多非常强的牌 不过没有关系 这次的核心卡 让我看到了很多机会 砰砰 螺丝都回到了标准 还有很多新卡 我已经在非常期待新的版本了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 哦对了 新卡点评视频也一定不会少 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记得一定要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